武漢肺炎疫情打乱不少行业步调 其中婚纱公司也受到影响 原本2020协议爱你爱你 让许多新人打算在今年步上红毯 没想到疫情来早局 不断婚纱照业绩受到影响 就连全家福团圆照也比往年掉了两三成 尽管如此还是有新人平常心面对 甚至说到时候一定要拍张戴口罩的Q版照片来做纪念 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响 婚纱公司原本打扮光鲜时尚的工作员员 纷纷戴上口罩只弄出两颗大大的眼睛 就连上门的客人也必须喷上酒精 消毒双手做到防疫零缺口 尽管大多都能配合 但婚纱业者确实已经受到这颗疫情影响 业绩掉了不少 那最近也有接到一些客人 他是在三月份的婚期 二月份的婚期 有考虑要做一个延期的动作 因为毕竟这个传染的一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拍照也是有一些客人制作延期的一个部分 担心疫情遥遥无奇 许多新人原本想在2020年一同踏上红毯 开始犹豫不定 就怕届时艳客无法如预期戴上口罩 也很难拍出美美的婚纱照 因客因为喜宴的部分 大家就是心仿只要打扮美美的 那我想如果大家都戴口罩的话 我想这个部分会有一点点他们会有质疑 那也想考虑是否延期 这样子会有的 是是是 已经有客人已经有确定可能会延期了 这个部分这样子 是 戴上口罩无法拍出美美的婚纱照 就连农历年前后 原本是拍摄全家团圆照的旺季 如今也受到影响 少了至少有两三成以上 但因为每年我们过年到包含到现在 其实非常多来拍全家团的 那今年是少了非常多 有降到两三成左右 对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回来拍了 但是跟晚年比起来是差非常多的 尽管如此还是有心人 用平常心面对甚至打算拍摄Q版照片 回来回来就是 大家一起防防疫措施做好这样子 就是都戴口罩这样 对 就是会请摄影师拍一下 大家戴口罩的画面这样 整清凉的乐观 毕竟只是少数 看来武汉肺炎疫情 打乱全台不少行业步调 就连打算在2020年 抢攻新人生意的婚纱业者也大受影响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